好的 进入今天这一场连线时间 我们连线香港的刘和平先生 刘先生 我们知道马英九过去一直是派遣国民党的荣誉主席连战出席每一年的APAC峰会 但这一次却派出了国民党内的另外的一位大佬肖万长 并让大陆事务部门的负责人王玉琪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到会议当中 这背后透露出什么样的政治讯息呢 其实相比较起来 肖万长是马英九更为信得过的党内大佬 而王玉琪这次被外界认为是马英九的嫡系 因此这一人事上的更替体现了马英九 企图全面收回两岸事务主导权的这么一种企图心 而促使马英九这样的原因做的原因又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在两岸关系发展 尤其是两岸政治定位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面 马英九不仅跟以王金平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本土派存在着分歧 同时也跟以廉政为代表的深蓝势力有着不同的看法 那么第二是在岛内经济不见喜色 令人继续死伤乱打 国民党内爆出官说和监听弊案 马英九的民调只剩下十几个点的艰难的背景下面 为了他要想摆脱提前拨脚的这么一种危机 以及国民党要想摆脱再度丢掉政权的危机 马英九唯一的做法就是 在两岸关系上面再度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想这个就是马英九要全面招牢两岸事务主导权的心理动机